今天是不是又来早了 这水还正往下退呢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 感觉呀 今天好像来了比上次还早 这水就是才到这 才得翻那头去 我感觉应该是差不多 因为平时那个地形是那样 情况就是这样 这水确实还没下去 鬼咱们得等一会 这水退的差不多了 咱先从这儿 从这儿先跳两下再说 我感觉这块石头应该 对应该好敲 看 这是成绿颜色了 这属于 马上要风化了 马上要风化这种石头 在这个上面敲坡 确实好敲 找不着下刀的地儿 咱尽量挑大 哇 哇 买一棒 啊 这么紧吗 嗯 再敲一下 我就说嘛 哇 还肥 可以可以 这块生蚝不仅多 而且肥 装饰没人来敲 哇 哇 看 得了 咱别祸祸它 它不容易下来 咱就别祸祸它 这块可不缺生蚝 太多了 这几个吸 吸这么紧 还是吸的挺紧的 都是没找到突破口的 来吧 哇 这种也拿着 这应该好敲 因为它们好下刀 好下刀就好敲 这种没长大 虽然它很多 敲这个东西也是有讲技巧的 咱尽量是保证 别把壳撬碎了 实在碎的也没有办法是吗 这隔着驴OK 但是好像这条不是那么大 多是多 咱们得找大的 看下这块的 这块是多 这块是多 只要好下手 这水好像有点深 来一会 像这个 稍微轻轻扒一下 就下来了 小螃蟹 这水主要没下去 下面的应该比上面的大 水主要没下去 都太小 这个石头 咱得找 长得比较大的那种石头上 这比钢铁的要大多 来吧 今天来的确实有点早 这还等了半天 确实很多 这一片都是 找着突破口之后 这个就好弄了 一般突破口 那个好找 接上从屁股后面 屁股后面下刀 这个比较容易撬 翘虫好也是有技巧的 来吧 到处都是 你看看 你看看你 你也好帮我下手 嗯 嗯 来 今天这个水感觉好像 推的稍微有点慢 说今天今天没有风 来吧 一搞一片 肉 这人在水底下 这个好像很大 水底下是不少 下次就不能来太早了 别等他有靠坐 咱们再过来 啥情况 咱安着 错 比街上卖的还大 这就是 原来我要找 找对石头 没有问题 知道他够多对吧 一窍一片 这才是一种片 这特别多 连根拔起 看这个好多香 OK 来吧 走哪都是生蚝 一会儿就出汗了 去那头去那头 水还没彻底退下去 不过咱们准备撤了 因为咱们的铜满了 今天来的太早了 下次来的时候 我得等潮稍微往下退一点 走了 这都最码故事两三天了 咱们从那 从那里翻过去 往回走 大家持续关注小泥 持续性关注小泥 走了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